国镇政府通过以下措施进一步加强及改善公共服务与施政 城市转型中心UTC及乡区转型中心RTC 是结合政府机构及私立机构与同一屋檐下的一站式服务中心 以为人民提供便利 目前全国有20间城市转型中心汇集5450名访客 城市转型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 更新护照、更新身份证、缴付入税、缴付汽车保险、高等教育贷款服务、税务相关服务 与此同时,全国共有11间乡区转型中心接待3800万名访客 乡区转型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 技术与创业培训、伊马资讯站 乡村资讯、就业机会、MyEG、贸销部、农务商业社区资讯 高价值农产品平台、农产品加工、农业产品链管理 与各大学合作、伊马医疗保健服务、财政援助便利、农业银行 国家创业集团商业基金、中小企业银行、马来西亚计划信托基金、乡村经济贷款计划、国家企业家发展机构、企业家保障计划、人民信托局MARA、伊斯兰经济发展基金会 公务员的最低薪于2015年是837令吉,到了2016年已调高至1200令吉 政府致力于提高熟练工人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受聘机会 其中一项措施是把技术与职业教育TVET认证资格列入公共服务的特别计划内 国阵政府也落实将生障人士纳入公共服务领域的政策 政府保留1%就业机会与有技能和符合学历资格的生障人士 公共服务领域已招聘3655名生障人士 国阵履行我们的承诺,以民为本,绩效为先